6月22號南投縣再度出現新冠肺炎確診案例 針對這三起個案 縣府也召開記者會說明已完成的疫調接觸者篩檢及相關的防疫動作 而為了確保疫情的管控 縣府也將於南投市 竹山鎮等地辦理社區篩檢專案 很不幸縣內再度出現確診個案 縣院張家哲也呼籲民眾 若有疑似症狀或者是與確診者 足跡時間重疊者都要前往篩檢 協助防疫工作的落實執行 那也要呼籲我們所有的民眾 大家也可以關心一下相關的足跡 如果有重疊的部分 也要儘快到附近的醫療院所做快篩的部分 那也希望大家民眾在這個防疫期間 還是要做好自身健康的管理 防護好自身及收編家人朋友的安全 也希望大家在防疫期間都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本日縣內在天三起確診個案 縣府及相關單位立即做出防疫規劃 也請民眾協助配合 共同落實防疫 以早日消除疫情 記者盧玉凱 南投採訪報導